新竹县市有高达6成1的民众 认为房价会上涨 所以新竹非常乐观 认为房价会下跌的比例 最高的是高雄 有22.5%的高雄人说 他们认为房价会跌 高雄为什么会比较悲观呢 台积电不是最后还是决定要去了吗 好房王 hold to be 房价表 看看邻居卖多少 立即下载好房王买屋APP 我们来看一下消费者意愿情 市场大部分来看消费者意愿 超过5成的民众认为房价还会涨 所以市场的氛围转去乐观了 我记得我们之前 今年上半年只要做到消费者 对未来房价的看法 还是看跌的比较多 突然之间超过5成民众说会涨 我们在猜测 因为其实不只这一份统计 包含这个中央大学的CCI的购物信息 也指向同一个结果 包括还有国泰这个房地产的调查也是一样 都在今年第二季购物信息都回来 那我们猜测原因可能是跟股市的反弹有关系 因为 今年过期也消消对吧 对啊 你看AI股 土消消那个AI股 少年股神很多 都涨那个几倍的不是几%的 那蛮多讨论区 因为我常常逛讨论区的习惯 很多人在讨论区都在讨论说 我赚到钱股票赚到钱是不是要先来 要来买房子 对啊 刚才讲到 因为大家在股海里面杀进杀出 就是想要一元成家梦嘛 所以说确实有不少人在股票赚到钱 就要把它出清 然后结算之后 拿到房地产去买房成家这样子 所以股票好 确实也带动了房地产信心的回升 好 所以超过五成的民众 现在认为房价会续涨 所以相对的 信心是回来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等等等以为会跌都没有跌 对 预期会跌没有跌 所以现在转去乐观了 好我们再来看 这一份跟民众有关的调查 这是民众对未来的看法 新竹县市有高达六成一的民众认为房价会上涨 所以新竹非常乐观 认为房价会下跌的比例最高的是高雄 有22.5%的高雄人说他们认为房价会跌 高雄为什么会比较悲观呢 台积电不是最后还是决定要去了吗 李卓雄 因为之前被骗了一波嘛 就是老来了太多次 这个应该是失望行情 那这个购物医院调查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样本数大概一千多个 但是他其实在公布这个调查的时候还有一个很调诡的 就是既然有百分之六十三接受调查的人 三年之内他说他不会买房 那 他说他不会买房 对对对 就是说他不下手买房 他不下手买房 但是他又看房地下相对乐观 看好但是不下手 那所以 就不想追价嘛 对 我也看好AI啊 但是也不敢买啊 害你长那么多啦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参考一下 还是要以实际市场上面供需的变化 因为有点那种吃米粉看修的感觉 所以这是民众调查 吃米粉看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